此次还有上课不上跑出去帮忙造势 4号下午的时候 蛮久的花莲竞选总部成立 结果现场来了这么一批观光学院的同学 必须帮忙举棋子造势 结果有顶着烈日的这样的情况 女同学当场就昏倒送医了 学校说这是叫做校外教学 但是利用上课时间参与政治活动 民进党立委赖昆成痛批 太不适合了 早上马主席亲授 我们台湾加油阵的战旗 跟着当选生 4号下午马英九花莲竞选总部正式成立 台上气氛热络 台下负责举档旗的女同学 不敌毒辣艳阳应声倒地 同学手忙脚乱 参幅休息 仔细看看女同学清一色标准纤细身材 包头配上集西裙及高跟鞋 一排六个人总共十二个人 学生参与政治活动 这样的排场引发争议 后来学生说上班时间志愿来掌旗 这如果没有学校还是有什么能力 来要求的话哪有学生会那么主动来掌旗 骂声连连因为四号是星期五 应该是一般上课日 花莲观光学院的学生竟然参与政治活动 帮忙举着党旗和国旗替国民党造势加分 那是个社团活动 那社团活动基本上学生要去 基本上大学社团是一种 自由的一个学生的一个活动 那当然学校博语过问 观光系的校外教学竟然是帮党政举旗 那民进党来了是否也该比照办理 话题敏感校方比谈 就连党部也三间齐口 因为学生上课替政党呐喊 怎么说都说不过去 三立新闻陈俊宏花莲报道 谢谢